现在我们清洗完机器后 排空了 清洗了肺液 然后我们 拆一下 主玻璃器 注意 拆下室这里 有主玻璃器的方向 是 落水流动的方向 我们 看 主玻璃器的时候要对准 认准这个方向 像它原来接的一样 这里扭开这个 固定螺丝 可以看到 里面还有一个卡 卡管的 要先装这个固定螺丝再装个卡管的 才塞进 直接塞进这里 固定好就可以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是 新的了 所以就不看 这个是 融 融座刚好 墨水刚的 过滤器 我们可以拆一个看一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里 也是像主玻璃一样有个卡管的 也是 先装 这个固定螺丝再装一个卡管的 专时注意这个方向 方向 这是 出 添加 添加溶气 时的方向 这个是叠形了过滤器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过滤器下方 有一个小箭头 只剩上的 我们更换时要注意这个方向 这个是 公墨的 我们 公墨 墨路是从 上 到下 更换时也要注意这个方向 这个 可以 可以留的 是 从喷头 可以到 混合杆的 所以是从下到上的 更换时要注意这个方向 就是 我们上去做这个方向 再来